我们学校上半年是有三个人跳楼的 非常压抑 老师也是非常严格的 很大声地骂你 非常高度紧张 紧绷 一种状态 持续一年 我觉得我那年过得很痛苦 很挣扎 为什么会要这样呢 我是08年从那个学校毕业的 现在已经过去15年了 然后当他描述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细节是没有讲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有一些学校的教训模式还是这样 会给一个人造成多大的影响 他已经深深植入到你的思维模式中了 他又有一点悲哀在于 他确实造成了很多伤害 但是不可否认 你在移民程度上是因此获益的 所以你会产生自我怀疑 这种管理模式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他是有爱的 但是可能恨更多 我叫菲菲 然后年龄是20岁 现在就读达尔 你进来想分享啥 21年到22年的 在那个恒水复读的经历 对于我来说比较黑暗 可以称之为恐怖 我在恒水就学到最大一个词就叫忍受 就是你不能反抗 你只能遵从他的命令 遵从他的规则 深刻记得是9月16号 然后下午5点55左右 突然听到喷的一声 一声巨响 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就躺在那里 是一个人跳楼 那事情什么感觉 当时就已经是听说过恒水 可能会有这样的事件 但这种事件就突然发生在我周围 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会要这样呢 我们需要是把所有有窗户的地方 或是能跳的地方弄上了铁栅栏 为了防止学生跳楼 非常压抑 高度紧张紧绷 一种状态 持续一年 我觉得我那一年过得很痛苦 很挣扎 你为什么能上航水的学校 因为我的分数 21年时候确实不高 又上我们那边一个公办的二本 想来这里来提分吗 恒水的话也是作为一个河北省 非常强的一个学习资源吧 每年就会有很多人很多人来恒水附居 是你要去的还是父母让你去的 就当时我自己坚定是要去的 我以为就是我可以就撑过那一年 然后我就去了 哼水的学校都是一样 非常压暖的事件 我当时作息就是 5点半起床 5点40分的话 就已经是到操场在那读书了 凡操之后就回去上早读 在那里站着 把书举过头顶 6点50左右吧 就开始吃早餐 20分钟之内 就必须到班级里做好 开始上课 12点02下课 到12点25 起头或者是吃饭或者是打电话 这三选一 到一点半就开始继续上课 晚饭的话也是20分钟以内 一直上到了10点 晚上给20分钟的习书时间 就开始插起 睡觉 一天接着一天 一个月也不一定能回一次家 最长时间就是三个月 没有回去看过我的父母 就一直在学校待着 老师也是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很严格 很大声地骂你 我那个同学背课文没背过 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就非常非常生气 拿了一个小竹棍 就特别狠地去抽它 我当时就坐在他的旁边 都能听到那个竹子滑破那个空气那种声音 外面也会有巡查在那里 看你是否认真学习 抠指甲 摸头 或者是看其他地方 被那个巡查老师记下来 反馈到你的班主任 老师就会非常生气地直接让你在外面站着 那不正好得偿所愿了 在里面又很难受 就大家来那里都是想着去好好学习嘛 就不去上课的话也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 一个班里有多少人 90个人 每个人就是人几人 我那个桌子前沿到我后面那个人的桌子 半米多一点点 凳子也比较高 做得非常难受 在班级里那个味道也是就非常难闻 非常受不了 有空调但只是中午的时候才能开 那平时热怎么办 你就必须忍着 你一旦违反这个规则 你会受到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 你这一年有生过病的时候吗 有 但都熬过来了 靠自己身体嘛 然后就吃药 但还是得去按着学校那一套 学习流程或是每天任务 跟着走 之前有想过自己有这么强的忍耐度 没有 在石家庄上学的时候 我就 稍微有一些不舒服 我就直接让我妈 给老师请假 我就不去上课 到衡水之后 生病之后会很麻烦 当时又是疫情期间 你要只要是生病 上报给学校 你就必须得回家 我回一次家的话 至少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 必须让我爸开车来接我 然后把我送回去 光路费家邮费就好几百块钱 我就不忍心 让他们这么来回送我 我就宁愿是自己忍着 也不愿意跟他们说 我们那边的进度就很快 大概不到三百天的话 要走三轮的复习 所以你大概三四天之后 可能就讲的完全就不一样了 每时每刻都非常精神紧张 我们那边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叫非处的东西 全民就是非正常接触 只要就是你跟一个女生 就是并排走 或者是近距离接触 经常性的相互讲题 如果被人抓到的话 直接就是停课 甚至严重的话就是开除 这个学校 它对我的负面影响 包括我心理上的影响 还是身体上有效 还是有一部分的打击的 就比如说我们学校餐厅没有板凳 这要站着吃饭 要吃的特别快 所以我这一年下来我就得了胃病 我就不能吃两样东西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存在 因为它存在我们就不得不去 就是更加的内静 电影院效应 就是前排人站起来 你后排的人也是必须要站起来的 我感觉每一个河北考生 都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 既得利益者的话 他们肯定是忍受这套体系很多年 但没有得到这个利益的人 他们会受别的考生影响 他们的分数线会越来越高 他们必须考更多的分 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考取一个学校 你去这个衡水 你才能得到这个资源 霸占了其他人的资源 如果你不去的话 那你就落后了 我觉得应该是更加公平的竞争 假如可以选择的话 你还会去复读吗 对于我的话还是会的 如果说我没复读的话 同样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复读后的我 更容易坚持下去 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的话 他们也会去用比较赞赏的眼光去看我 对于恒水模式我确实没有感情 我们只是个交易关系 他对我很冷酷 那我也对他很冷酷 只是相对现实就是这样 没办法 你只能服从他 如果一个学弟学妹 说我要去这个学校复读 你会建议他去吗 我首先会去看他的性格 如果他性格比较坚毅 不容易受到一些事情做干扰 能坚持下来的话 我可能会去建议他去复读 如果他可能是个脆弱的人 我就不太会去建议他